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云 今天是8月14号 也就是你们所谓的气息情人节 是吗 是气息吗 嗯 啊 气息情人节 然后很不巧的 我的女朋友叻 Cherry叻 她就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 哈哈哈 因为天秤座是很有仪式感的 非常非常的注重仪式感 所以今天这个Vlog 我们是要记录一下我们的气息情人节 因为现在MCO嘛 气息情人节在家我们会这样子过 虽然也没有到 怎样 电话响 OK 讲完电话了 刚跟我讲到哪里了吗 有点忘记了 OK 我刚才讲到现在MCO 然后在家也不能够怎样的过气息情人节 然后今天我们就定了一set 那个烧烤的食材 然后我们就打算在我们的家这边烧烤了 然后今天也会是第一次 就是具体的拍到我们家的整个客厅 因为我们从搬进来到现在 都还没有拍到House Tour 是因为这间家其实是有小做一点点装修 但是因为现在MCO 所以所有的装修都停工了 然后因为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的House Tour 就到现在已经搬进来住了三个月 House Tour都还没有拍成功 收起这个就有一点惭愧了 各位你们要无视一下这张桌子 你看非常非常的乱七八糟 不懂像什么鬼的这边 是因为我们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咯 因为MCO所有的东西都停工了 然后我们的机会也乱掉了 怎么不这样抖电话的 Ivan hello 我跟你们讲 刚才为什么我一直抖电话打来 是因为那个花的交易已经送来了 所以我现在我偷偷下去打 虽然刚才Cherry已经听到我讲电话 然后我一听完了电话我就讲 有你很多东西要送来的 然后他以为是他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他刚刚有起义心 因为他讲今天星期六哦 有运输咧 所以他应该 刚才知道 因为每一个节日哦 基本上都一定少不了花 每一个节日 每一个节日 基本上我都少不了送阿花 情人节啊 生日啊 倒数啊 什么节我都有送过阿花 所以今天的七起情人节呢 他应该也是心里有一个树 他应该也是知道他会手挂的 好像他们最有缘的 他还在有两大小的观点 他是个Otube吗 你是个Otube吗 是吗 是呀 我认为你是个Otube的 我只能找�个Otube 是马来人 然后他也知道我是YouTube哥 我不懂他怎样知道的 今天送的花 这次送完他的 送完的花是这种比较 英伦风 因为之前送的花 都没有送过这种类似的风格 所以这一次就来一点 比较fresh的风格啦 英伦风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就看在前一周 会有什么反应 嘿 业配时间中断打扰一下 大家MCO期间在家 是不是很闷很无聊叻 不妨下载Limash交友软体 来结识新朋友吧 在Limash里 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在线功能 来体验舒适的情感交流 OK 我们现在就直接的打开Limash里面 看看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进到来过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 灵魂配对跟声音配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朋友在下面 所以我们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四个选项 有主页啊 有动态 哇 我一点动态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这个 连我是男生我都会觉得这个 帅 所以女生们 你们懂了 OK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所以这边大概就是朋友圈吧 你就可以在这边看他们的朋友圈啊 然后去认识你想认识的朋友哦 OK 我们现在就点这个 灵魂配对来玩一玩 现在在排着对 代表很多在线的玩家在玩着 我们要稍微的等一等 OK 我们现在匹配到玩家啦 然后我刚刚就有跟他打了一声招呼 Hello 你好啊 然后他也回我了 所以我们要跟他聊什么呢 嗯 先问他是男女的人好不好 台湾人嘛 OK 所以我们看他回什么 OK 所以我们在主页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setting Then 我们可以调我们要的年龄 可以调到最大35岁 So 我就set在25岁啦 Then 可以选男女或者是街市 So 我们就选女生就好啦 完成 OK 以上你们所看到的就是 Lipmesh交友软体 我个人是觉得他的界面简单干净 然后用起来也非常的容易 是一款对用户很friendly的交友软体 好啦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Play Store 或者是Apple Store下载 来玩玩 让你的MCO添加一些娱乐色彩呗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你这边很热拍 这边 这边 好 来 看看这边 哇 我知道了 我想 是不是 我今天星期六 我今天星期六 不知道会有风 是啦 我刚才就有讲 你已经起疑心了 你已经讲了这句话 你起疑心了 哈哈哈 你看他这次送你的花 是比较英伦风 是是吗 是之前没有送过你的风格 你整个拿出来 看不要放在这个bag上面 拿出来 OK 你站在这个墙壁啊 这边 这个墙壁 看一下嘛 就这里比较干净嘛 哇 Prada的纸哦 好美 英伦风 喜欢吗 喜欢啦 一定喜欢啦 就不同的 星人节快乐 哈哈哈 耶 哈哈哈 对对对 给你们补充一下 刚刚发生的一件 小插曲 一个有趣的事情 刚刚我下去拿花的时候 比你顺便听啊 我刚刚下去拿花的时候 嗯 我一下到去 嗯 有三个 delivery 的driver 然后 他们三个都是送花了 三个都是送花 Then 我就不懂哪一个是我的 然后我就走向其中一个 然后我就看拿着那个花叻 差不多两三朵 我把我一束 我就想 不可能啊 哈哈哈 我 我安排的花很大 很大数了哦 然后我想 不可能吗 然后他就问我 他就 他就跟我讲一个人的名字 啊 又要 我想 哦 不是不是 哦 Then Then 我就走向另外一个 他就问我 啊 那个是马来人来的 马来 driver 他就讲 呃 You Ivan Lee 我讲 Yes 然后他讲 You YouTuber啊 马来人哦 他知道哦 他可以拿相机啊 没有没有 他没有看到哪个相机 因为我相机是 是藏着的 Then 我就问他 哦 You到谁了啊 他讲 哦 现在到 这样 哇 所以 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小插曲 我不懂我刚才有没有拍到 那三个driver都是送花的啦 OK 现在来吃我们的 今天的第一餐 所以这个是 七夕情人节的第一餐 七夕情人节 单身狗 不开心啊 躲在角落 非常的应景耶 男朋友耶 Oni Ni 你没有找男朋友没有今天 你的男朋友在你啊 他没有送花给你咩 还没有收到花啊 不开心 你不开心耶 你的花耶 哎呦 男朋友今天没有来接你去吃Find Dining啊 他的七夕情人节 过到这样子他非常的不满意 然后你这个花 你跟妈妈一起Share啊 你看 Share用这个花 嗯 嗯 你要吗这个花 你要吗这个是我的啦 他不要这个花 这个花是你的 这个花是我的 哈哈哈哈 哈 各位我现在又要下去拿我们的今晚的BBQ的材料 我们今晚吃的是日式的烧烤 还有韩式的烤肉 还有还有什么啊 还有泰式猪肉串那些 总是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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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的风格都test一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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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耶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晚 呃 晚餐吧 晚餐啦 然后现在的时间是几点啊小姐 现在是 九点半 九点半 才吃晚餐 因为我们 你们觉得正常吗这个时间 正常啊有些人也是觉得也蛮吃的 可是我觉得不正常 因为我这个饮食的时间让我又再度的瘦回去了 各位 你们来评评理 我又没有瘦回去 你们之前一直讲我肥 讲我那个脸啊 不能看啊 没有轮廓 现在什么 扩都出完了 整个变回以前的Ivan这样 瘦瘦这样 OK 来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看到吗 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准备的 包括这个拼盘 拼盘 拼盘不是啊 摆盘 然后他讲 哇有仪式感 是啊有仪式感 他会玩这种 然后这个是 呃 韩式排骨 排骨 没有 我们今天本来是要吃 韩式烧烤 韩式烧烤 可是因为被复制了 对 OK所以 Android Aldi呢 Let's start OK各位 看啊我们现在 东西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可是不要吃 等下我们在做什么呢 我们在拍照 YES 拍照 看到吗 这些食材放在上面 是装笔罢了 做一个pattern 然后这边呢 再set up for 我们 要拍照 欸欸我滚掉了 这样子 OK so 刚才拍了一个大概大概的sample 这样子 所以我不懂我们会不会拍到 我们理想中的那种效果啦 如果有的话 我就现在放出来给你们看啦 如果没有放出来 就是没有拍到成功了 OK 哈哈 哇 这个声音 哇哦 我希望你们是在凌晨的时候 看这部影片 因为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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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饱啊 好饱哦 好饱哦 好饱啊 然后有一些我们吃不完呢 就已经bag起来了 bag在那边 点 怎样 饱吗 太饱了 来肚子秀出来 3 2 1 秀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够走了 OK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要收拾一下 你们只要吃好烧烤过后啦 最累的事情就是收拾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宁愿去店啦 去 去那个 汤匙里面 至少吃完过后 我们只需要给钱就走了 七夕情人节快乐 快乐快乐 有这样复原的吗 快乐快乐 快乐快乐 快乐 OK我们刚刚就收拾完了 然后也冲完了 所以现在 所以今天的七夕情人节 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样子 简简单单 但是却幸幸福福 幸福福 所以你今天的七夕情人节 你觉得怎样的小姐 It's good 有仪式感吗 天秤座 天秤座还是天秤座啊 天秤座 你们知道怎样发音的话 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诉我 天秤啊 天秤 天秤座 OK的很好啊 仪式感 花是少不了哦 在家都有 都有 都有 都有一个 比较不平凡的晚餐 对 是不是 就是有一个气氛在那边呢 对 然后对 我想要顺便借助这个影片 因为这个是 情人节影片嘛 所以就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就在这个影片这边 开放情侣Q&A 耶 我们终于要做情侣Q&A了 对 在一起了 这样久了 很多人一直吹我们 之前 刚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问 就是你们可不可以做Q&A 可以不可以做Q&A 问了很久很久 我现在就在这个影片下面呢 这个留言区这边呢 开放 给你们留言 然后我们在这边 挑 二三十个问题 OK 但是要你们的问题够多啦 大概大概 十多二十个 或者是 二十多三十个 然后我们会 分成两集 一集是出在我这边 好 一集是出在那边 对 所以就 你们的问题 可以回答的 我们就尽量回答你们 所以 不要客气 请尽情的 现在在留言区 问你们 对我们好奇的问题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 都留言结束啦 拜拜 我们下集期 祝大家气息 行人节快乐 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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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